近日,德云弟子李小葵举行婚礼 作为舅舅的岳云鹏担任婚礼证婚人 看着德云社,老爷们一个一个地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设个无比欣慰 但在德云社里还有许多角儿们 没能体会甜甜的爱情 今天社哥就和大家聊聊德云社里的黄金单身汉 太子妃颜鹤翔 1981年出生的颜鹤翔从小就喜欢相声 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网络工程师 2006年,德云社招收贺子科学员 得知消息的颜鹤翔毫不犹豫地放弃稳定工作 毅然前往德云社报名 顺利拜师郭德纲 之后和郭契林组成固定搭档演出 拜师15年的颜鹤翔今年已经40岁 但他的感情问题却始终没什么着落 平常除了演出和参加综艺外 颜鹤翔最大的爱好就是骑着摩托车四处游玩 常年都在路上的颜鹤翔自然没什么机会处理自己的感情问题 再加上颜鹤翔长得并不算大众意义上的帅哥 他的感情问题就成了德云社的大难题 就连师傅郭德纲都多次为他征婚 但摄哥却觉得颜鹤翔十分有魅力 魁梧的身材给足女生安全感 幽默的性格和相声演员的口才能陪着你从狮子歌赋聊到人生理想 这样的男人难道不是择偶的第一选择吗 不过这也只是摄哥的个人想法 但不管怎样摄哥都希望颜鹤翔能早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二爷张云雷 从小跟着郭德纲北上学艺的张云雷是名副歧视的儿徒 2003年拜师后成了云自客的一员 但登台没演出多久 张云雷就因倒仓被迫离开舞台回了天津 回到天津后张云雷在台球厅给人打工 也是这个时期张云雷谈了人生的第一段恋爱 其实那句小巷里的丫头给我一个蓝色的天空 说实话不能说百分之百像吧 六七十 有点像我那会儿就是十五六岁 其实那会儿懂什么叫我 可能我比较纯真啊 纯真 有真表恋 就是可能就是所谓的我那种那种爱情吧 但那时张云雷过得十分拮据 这段懵懂又美好的初恋便无疾而终 倒仓结束之后张云雷又一次前往北京 回归后的张云雷大火 没多久就开了自己的个人相声专场 但好景不长 2016年一场意外 迫使张云雷再一次离开热爱的舞台 好在张云雷在师父的鼓励下 凭借着顽强的意志重新站在舞台上 凭借着一首碳清水盒重回人们的事业里 但社哥怎么都没想到 长相帅气的张云雷29岁依然单身 虽然他说自己身体已经恢复健康 但社哥还是希望张云雷能找个姑娘好好照顾他 小先生周九良 1994年出生的周九良 2013年拜师郭德纲 94年出生的九良虽然年纪小 但他身上却有一股老艺术家的风范 还被师父起了外号德云小先生 虽说今年九良才27岁 但容貌清秀 能力出众的周九良依然单身 社哥记得九良曾说过 每次演出回家 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 会感到非常的孤单 那时社哥才意识到 这位在舞台上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九良 私下也是位害怕孤单的大男生 而且九良的年纪也不算小了 正是恋爱结婚的好年纪 希望我们九良能在忙碌事业的同时 关心下自己的终身大事 德云东阁 1988年出生的李赫东 今年已经33岁了 相声事业稳步上升 副业也开得风生水起 但李赫东的感情却始终没有阴性 哥哥李云杰早在2008年结了婚 作为弟弟的李赫东 却一直到33岁都没对象 虽说东哥脸上有一道伤疤 看起来比较吓人 但社哥觉得伤疤是男人的象征 再说不看伤疤的话 李赫东可以算是德云社 数一数二的帅哥 至于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结婚 社哥猜想东哥还不想太早 步入婚姻殿堂 从目前来看 东哥的相声事业正当红 再加上贺局酒馆生意红火 东哥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自己的终身大事 但社哥还是想劝一下东哥 事业固然重要 但结婚这件人生大事 还是希望东哥能重视起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 对于爱情婚姻的问题 有越来越多的选择 但无论选择是什么 目的都是为了让彼此幸福 社哥希望德云社还没结婚的老爷们 能重视自己的感情问题 毕竟你们幸福 才能给观众们带来更多的欢乐 关注社哥带你了解您不知道的德云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